很多人在買房子的時候 都希望可以買到窗外的美景 希望下班之後 可以像度假一樣放鬆的心情 不過往往在碰到室內設計的時候 可能只有其中一個空間 可以欣賞到美景 其他部分就要犧牲掉了 但是今天的設計師 非常的有巧思 他讓你在這個家的每一個空間當中 都可以欣賞到戶外的美景 詹餅設計師擁有八年的設計經驗 今天我們要跟著他的腳步 去探索這一間 東方蟬味十足的房子 我想如果你是屬於 比較喜歡大自然休閒風格的話 這個幸福魔法是這一集 應該完全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我們先來跟設計師聊一下好了 但設計師這個的風格 我講的沒錯吧 比較偏自然派的 對 這個風格是主要以 現代休閒的風格為主 我覺得它有一點點禪風對不對 對 我們先是把以禪風為概念 但是是加入現代的主軸 所以整個禪風的概念 才不會像以往的禪風感 讓人家感覺比較嚴肅 比較嚴肅 對 這種加入現代感 會讓人家感覺比較休閒 是 屋主就喜歡這樣子的風格嗎 對 當初因為其實 因為我們這陽台外面 就有一個很漂亮的景色 所以當初我們就是要保留外面的景色 把外面的景色延伸到室內來 所以可能也為了配合它的景色 它的整個風格走比較自然派的 也比較適合這個房子 是 那房子大概多大呢 這房子實際坪數大概30坪左右 30坪 那它的一些空間配置有 三房兩廳 就是很基本的一個配備 OK 所以我想一般的小家庭 這樣的空間是非常足夠了 對 都很足夠 它的玄關非常的大氣 是一般這樣大概30坪左右的房子 玄關的三到五倍大 沒錯 我們玄關是在這樣的一個地方 當初我們玄關是整個把它做一個延伸 地板是用 然後貫穿我們整個自然的一個風格 這裡除了它的玄關的這個尺寸 比一般30坪配備的房子來的大之外 我覺得它玄關進來的端井 也會讓人家自然而然覺得 它很放鬆 一般家庭的鞋櫃 通常會做到底 為了收納空間的功能 但是因為這邊的話 我們的家庭成員其實並不是很多 鞋子的話 鞋櫃我們是做到一半 然後我們為了延伸這個玄關的感覺 所以玄關是採用自然材質的 感覺真跟這個鞋櫃做一個 連幕 對 還滿搭的耶 是 那我們這個玄關的背景牆 這邊是用沖紅板去代替 那這個沖紅板的感覺 是比較東方異味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會直接這邊放一個佛像 或什麼點出它東方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我講到 這邊有點現代的禪風 是 其實又加了一點點的自然休閒的風格 沒錯 OK 我覺得小家庭這樣子真的滿舒適的耶 對 其實當初屋主的要求它是想說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保留一些自然的元素 所以我們把陽台的錦帶出來 陽台跟玄關整個聯合的感覺 會讓整個空間放大 那就不會像往常 大家覺得說空間放大 一定要用玻璃鏡子的這種元素 所以等於是把陽台的空間 跟玄關的空間 有點合而為一了對不對 沒錯 自然禪風啊 還有這種比較輕鬆休閒的風格 所以這個窗簾 它的選的材質也不同意 我們看到的 是 這個陽光絕簾 它也是做比較禪風的感覺 但是它的材質是類似 像竹簾那樣的材質 它會有一點點透光 可是它的隱私性 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房子 它的採光非常好 所以外面看出去是山 所以也沒有別的人家 所以它不需要用完全遮光的 完全隱私的 所以保留一些它原本的光線會比較好